依旧寒冷 北京市气象台专家表示 近十年来 北京历史同期的最低气温 为零下10.8摄氏度 而今天的气温则比这更低 这样的低温相比往年 早来了至少半个多月 辽宁大部分地区近期连续出现 较历史同期偏低5到10摄氏度的低温天气 在辽宁沈阳 今天早上的最低气温是零下29摄氏度 由于雪后空气中湿度大 风力小 近地面温度比高空气温低 出现逆温现象 形成了轻雾 中央气象台预计 冷空气对我国的影响 将于16号趋于结束 17号起 全国大部地区温度将有明显回升 国家气候中心分析预测 今年冬季 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但冷暖变化幅度较大 有可能出现区域性低温 和阶段性强降温过程 不排除部分地区气温 可能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情况 受风雪天气的影响 昨天下午3点起 在304国道 内蒙古扎鲁特齐到 霍林郭勒段的三个地点 有400多辆汽车被困 当地政府部门投入 人员机械实施紧急救援 在车辆受困地带 气温已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 当地政府迅速组织相关人员 除雪抢通 并将面包 方便面 矿泉水 热水等食品 送到了被雪封堵的路段现场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紧急清雪救援 截至今天凌晨2点 雪阻道路终于被全部打通 受困人员无一人受到重害 目前当地政府正组织大型机械设备 将被困车辆脱离现场 进一步疏通道路 今天上午 莫托公路最关键的工程 嘎龙拉隧道最后一报成功 隧道贯通意味着莫托人 将从此告别翻越雪山进出的意识 现在是在刚才隧道爆炸的 从刚才隧道爆炸的那个爆破点 往后又退了200米 那么大约就在十几秒钟以前 我感受到了一阵震耳欲聋 镜头里面看过去 200米以外 就是那1608米的那个 要炸掉两米厚的沿层的那个爆破点 安全员们检查后 由挖掘机对微石进行排除 并且对爆破后的飞渣进行清理 我们现在看到隧道已经发封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面有电筒的光已经闪过来了 我们在等待 等待会试的那一刻 来自武警交通一组队 二支队和三支队的官兵 将在隧道中胜利会试 这是他们两年多来第一次相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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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到了隧道那边 武警三支队的25名官兵 他们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同属一支部队 被茫茫的卡罗拉雪山所组阁 被茫茫的卡罗拉雪山所组阁 813天 813天 这些小伙子们 经历了分别 经历了痛苦的等待 和为工程所付出的艰辛 今天贯通的卡罗拉隧道 是莫托公路的关键性工程 莫托公路全长约117公里 2009年4月正式开工 预计2012年全线通车 对于道路建设来说 莫托公路地形起伏之大 降水量之多 地质灾害之频繁 均为世界之最 其中117公里的道路 最高和最低处落差 达到3100多米 降水量相当于长江流域的 3到4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记者调查 近期我台连续报道了一些 网络推手通过大量的发帖 顶帖幕后操纵社会舆论的事件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 这些俗称水军的网络推手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长期的调查 并且打入了这个神秘的群体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的调查 记者一进入水军QQ群 就被要求更换统一前缀的马甲 改好群用户名之后 马上就收到入门须知 成为网络水军的新兵 水军群里由群主发布任务 完成发帖任务后 水军只要填好表格 记录完成任务的ID号等信息 水军会计就会通过支付宝 支付薪酬 记者以卧底水军的身份 在10分钟内发了20个帖子 当晚就收到了6块钱的报酬 一位曾当过水军的 网络公司员工告诉记者 许多在网上突然大量 涌现的负面新闻 就是水军在幕后操作的 如果说某一时间段 某一特定时间段 比如说今天12点 突然网络上出现 大面积的一些负面消息 那这就可能就是水军发布 这肯定就是 要不就有团队组合 要不然就是 某一个机器发帖机 或者在那坐过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 水军和网络推手 一般以网络公关营销公司的 公开身份出现 几乎所有网络公关公司 都雇佣大批水军 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 而雇水军发帖攻击商业竞争对手 在业内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梁先生以前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 他告诉记者 他的公司就曾在客户受益下 使用过这种所谓的 网络公关营销手段 梁先生的客户是一家水果茶饮料品牌 由于竞争对手推出同类产品 对客户市场占有率形成威胁 为了在销售旺季打压对手 客户策划了一个竞争对手公司 内部员工自爆黑幕的事件 就是主要说 这个水果茶他们所诉求的 无添加纯天然 并不是真正的无添加纯天然 而是说这个里面添加了 很多的食品添加剂 包括这个水果的整个采集过程 也并不是每一步都是 像他们说的那样 严格按照了各种卫生标准 国家的规定去做的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 受到当地这个质量部门 卫生部门的一些查处 可以这么说 这个人肯定是不存在的 是我们就是裂造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事实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不问青红皂白 只要给钱 网络水军就能帮你颠倒是非 如此引导舆论 其实就是在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 对一些虚假的信息 要加强打击的力度 相关行业也要加强自律 昧着良心做事 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4号 为期两天的 第21届中美两国商贸联委会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 美国贸易代表苛刻共同主持会议 按照会议日程 中美双方在14号举行了小范围会谈 15号将举行全会 会议期间 中美双方将围绕一系列 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展开磋商 始于1983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 是中美最早建立的 高级别经贸磋商机制之一 这一机制已成为中美双方 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进行磋商的重要平台 几十年来 中美商贸联委会的合作机制日益完善 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成为中美双方高层对话的重要平台之一 中美商贸联委会 对推动双边经贸互利合作 维护和促进双边贸易的稳定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中美建交几十年来 双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2009年两国货物贸易额 达到了近3000亿美元 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 比建交初期的1979年增长了近120倍 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 日益深化的经贸关系 2009年10月 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 在杭州举行 双方签署了11项协议 达成了多项共识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新闻30分继续为您报告新闻 2010年度中国动画年会 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 本届年会围绕引导行业 做墙实业提升产业的主题 将开展中国动画学会年度奖评选 由国内外动画产业领军人物 参加的主题论坛 通过与现场观众与网友的互动 分享成功的理念与经验 进一步促进我国动画产业 健康有序的发展 另外国家广电总局2009 国产动画精品 及国产动画创新人才扶持项目的 双十加颁奖晚会 将于今天晚上举行 我们再来关注 赴澳门大熊猫的情况 一年来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经过层层的拆选 从38只大熊猫当中 选中了一对大熊猫 准备送往澳门 澳门方面不仅为他们建起了新家 还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开开和新星 再过三天开开新星 就要到澳门定居了 今天上午工作人员 为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体检 这次体检主要是抽血化验 进行生理和生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检查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欢迎您继续收看稍后的节目